感谢观看,点观看此视频的您,永远健康幸福快乐,一直以来,全世界仿佛会有英国王室的凯特这一位年轻又时髦的王妃,其实呢,西班牙王后,莱蒂西亚奥尔比斯,也是又年轻又会穿的王室带货爱看她婚前不仅比凯特事业成功,还有非凡的私生活,直到她嫁给廖西班牙国王,都说她上演廖现实版,爱上女主播的故事,她曾是是西班牙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, 西班牙历史上首位平民王后,她穿大牌,也穿西班牙本土Zera,Mando评价高阶品牌,她不仅是一位穿衣相当有看点的皇室ICON,还去过战地,当过新闻主播,离过婚,拍过裸照,如此大胆出位的历史,却依旧被名立场评为料最会穿衣的女人,再看看这动图,王后这一派和步伐,和后面的一群夫人简直是鲜明的对比啊,年长的王后这么美,坐在一边的凯特 就被比料下去,期间,好事的外媒似乎还拍到料机张凯特不悦的表情,不知道凯特王妃是真有点不高兴,还是随意的小表情,但如果就算是随意的小表情,也说明凯特在王室必修的表情管理和礼仪管理方面,可能不如这位西班牙王后,纵观这场王室盛宴,我们可以看得出,如果王后算是一份职业的话, 伴摩LTIVIA的职业素养,绝对是一等一的水平,这位王后的背影不止一次摔过屏,小她随手找两张供大家铁平,蝴蝶背,完美的臀线及小腿曲线,没有练过的话,40多岁,则能保持,侧面凹凸有致,曲线完美,小腹平坦,没有一丝致肉,和她走在一起,简直就是灾难现场,健康有力量的必保线条, 看LTIVIA的状态,健身自律的女人,真得是由内而外的自信阳光啊,爱挑事的外媒就一直很喜欢拿凯特和同样好衣品的LTIVIA做对比,个人觉得,两人虽各有各的优点,各有各的特色,但大多数情况下,还是LTIVIA更胜一筹,LTIVIA的穿衣风格,总结起来就是优雅,大方,得体,且细节完美,由于底子好,身材完美,各种风格的礼服,都能让她穿得惊艳无比, 她同一件衣服,一穿就是两年,身处皇室依旧能有如此节俭50的可贵品质,真是妹子们学习的榜样,这套衣服,来自西班牙本土设计师品牌Folip Vella,已经穿三年料请这条裙子,原价80英镑,五折后是40英镑351元,来自TOPSHOP,她去参加FED会议时穿的这一整套衣服都来自ZARA,同样选的是粉色,对质感要求没那么高,感谢观看, 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